第五题 某新闻报导如下 中山告诉公路 台南市新营北上路段 一辆化学潮车发生翻覆意外 潮车内装满了毅然的厅内溶剂外泄 紧交人员什么什么什么 若该则新闻的标题为 化学潮车翻覆某某物质外泄 其中某某物质处应填入下列核者才适合 我们知道厅内是不容于水的 所以它是非电解质 因此它不会是强酸也不会是强碱 同时厅内就是所谓的碳氢化合物 是所谓的含碳的化合物 所以它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它是一个有机化合物不是无机化合物 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 这其中的某某物质处应填入下列核者才适合 我们答案应该选的是株有机物质 厅内是属于有机物质 是碳氢化合物有机物 所以我们下列核者才适合